下面有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iPhone打印机4450 1880可以改装品本 记得正常开机操作 第一 电源线通上电 我们做这个机台通上电以后 打印机平台又会向前移动 不用管它也行 按一下前进键也行 它就自动不移了 正常操作我们平台移进去 一进去以后 一切就绪以后 打印机开机 按一下转眼机开机键 假批兵出现等待 44501880C 开机都会检测墨画芯片 就是出现现在的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的解决方法很简单 向下键5下 向左键一下 再按向下键5下 向左键一下 出现等待 等待机器自动识别墨核 现在机器在自己啊 好 自检已经结束 机器出现待机状态 已经启动完成 下一步需要操作的是 开机需要检测这个打印测试页 就是检测喷头的完好状态 现在操作方法很简单 机器上个儿 拿出来 把这个置车移到中间 以置车的时间 可能不太好操作 这有一个蓝色的 按下去 蓝色的视频 看到没 蓝色的 往下一按 指车 然后一拉 都拉出来 就这个东西 蓝色的 拉出来以后 检测这个成因物 成因物和喷头的高度 喷头和要打印的 成因物和喷头的高度 在这里可以调节 上和下 能看到显示屏显示上和下 旁边有两个按键 就是上下的 这个上下的调节 机头的上下 不是平台的上下 现在我们调节一下 可以了 现在调节 高低调节好以后 然后前后位置也调整好 调整好以后 我们把自车移回去 然后按这个 按键板上操作 这个测试计检测 检测字 按一下 在待机状态下 没有一个灯亮的情况 按一下右键 也就是确认键 再按一下向下的键 然后按三下确认键 这样 调音器就 自动检测这个喷嘴 现在打喷嘴 检测一下 我们稍等待一下 看一看喷嘴检测现在的状态 我们看到喷嘴检测 现在我们看到喷嘴检测一下发现黑色 不行 黄色也不太好 红色可以 黑色不行怎么办呢 自行清洗操作 清洗操作是最简单的方法 但确定点不动 不松手三秒钟 对 现在就自动清洗了 这是打印机自带的功能 清洗打印头 等待清洗打印头完成以后 我们再检查一个测试液 测试液的操作 刚才我也讲到了 如果发现还有喷头现象不好的情况 初步全的情况 继续操作清洗喷头 喷头操作完以后 继续打印那个测试液 喷头清洗连续清洗建议不要超过三遍 如果已经清洗三遍了效果还不是很好 那有可能就是喷头出现状态了 或者解决方法 或者就是在开机状态下 等待几个小时以后再清洗 不要连续操作清洗 这样对喷头不好 这样对喷头不好 但还是在清洗喷头 直接在自己 自己清洗喷头 好了 现在积极喷头已经清洗清洗完毕了 现在打个操作一看一看打开一眼操作 一下确认间 一下下键 三下确认间 这样就是测试一点 打印测试一样的 简最简单的操作方法 切记这个操作方法 是在待机状态一样 而且 打印机面门的面门的控制灯 没有灯在亮的情况下 如果有灯在闪或者亮的情况下 这个操作方法是不行的 切记 那我们现在看到看到这个 已经打过测试印了 现在测试印打的感觉还很不错 可以的还稍微有一点断线 要这种情况下 再重新清洗一下 或者等待一下 打几个图 就可以了 现在这种状态就可以正常打印了 正常打印的时间需要注意几点 第一 打印机 打印机 平台 一定要退到位 然后连机 才可以打印 第二 打印机的 打印机的这个喷头高度 一定要检测好 检测喷头高度的方法 刚才也给大家搜到过 把字层移出来 移出来 从平台的前面 前端 平台的前端 看那个喷头 看那个喷头 立这个板材的高度 大约就是两到三毫米 如果高了 或者低了 通过按键来调 调整好 看这下 看下面下个性 先操作一下 一定平台要 要进 对应的下键头 要进 进到位 进到位以后 然后连机 这个键是连机 在不进到位的情况下 没有进到位的情况下 连机不了的 进到位以后 可以连机 连机状态下的情况下 前后是不能使用了 呃 机头的上去下降 是可以使用的 也就是说 在打印过程中 机头可以 上下操作 如果离成荫路远了 下降一点 成荫路近了 给分高一点 这样可以起到 一个保护作用 咱们等完以后 就可以正常打印了 待会下一个视频 我给你讲解一下 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电脑上操作 怎么操作这个机器 你怎么配置 怎么设置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